相当于这边是那个烈士园的围墙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张华市的外边的景色 张华市有机会我们再多拍几期吧 因为张华市确实在湖北肯定是非常 我们说非常有知名度的一所寺庙 你看他这边 这边有个门 那可能因为这个张华市 他也是后来这个 当然最初这个寺庙也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肯定比现在的战地规模要大的好多好多 我们以前也说过 我们现在看到的寺庙可能这个面积都不低 不低最初的十分之一 以前整个的寺庙也是就像现在那种 张船是张船那种寺庙一样 周围全是那种 就是好多的好多的房子 是连成片的 你看这个门啊 这个门应该就是最初的 也不是最初吧 我觉得在某个时期的一个门 后来当然是各种原因啊 就把他那个堵住了 但是没有完全拆掉 我们说也算是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 是吧 你看他墙上那个字啊 一般肯定就会写着这个 我不能拆啊 我们看看吧 这个门我觉得他也有些历史了 但是他 他那个现在是不用了 但是他留在这里 那个 那几个字啊 看 我真的看不太清楚啊 稍微往前走走 好多字啊 应该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南无阿弥陀佛 是什么字呀 坐拳 好多字啊 你看他不是几个字啊 好多字 好多字的话呢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那个 比较 比较多的那种那个 的吧 但是一般写在墙上的啊 都是那个 我们说的很 非常非常有寓意 非常非常经典的 这个 这个旧的这种啊 这个 我们有时候会说啊 像一些这个 重建的啊 重建的尽管说你看上去 确实金碧辉煌 但是 总没有这种旧的这种 这种我们说这种用味吧 就为什么呢 一时这种旧的呀 它本身 我们说它的用料啊 用料是非常考旧的是吧 你比如像这个大家也知道 像这个 在藏传佛教那边像这个寺庙 一些布达拉宫了什么 它每年都有叫 叫什么结吧 它会 它那个白色啊 它不是我们用的涂料啊 它是用那个 应该是用酥油吧 哎不是酥油 那个什么东西 那么浇上去的 你知道吧 它那个是 成本非常非常高是吧 包括它用的这些涂料 颜料啊 其实要比我们现在所谓 用什么立邦啦 这些要 要贵的很多很多 所以效果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你当你真正的 看到过一些这种 这种 就是做的用料 特别考究的 东西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啊 这个 它不是说越光鲜 越亮丽的啊 它越好 不是说好的概念啊 就是越什么 就像这种 嗯 怎么来说啊 就是特别好的东西啊 嗯 实施求实讲啊 确实是 花了大价钱的 但是这个花大价钱呢 又让你感觉不到它的 那种 哎 我们说那种 那种那种怎么说呢 嗯 那种张扬吧 是吧 你包括你看啊 你看它这个门 它门那个 呃 在那个什么 在那侧面啊 侧面它又有四个小的那种 小的那种像 像佛看一样东西啊 这东西如果说 做的更精致的话 做的更精致的话 做的更精致 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啊 做的如果更精致的话 它里面一定要有那种小的佛啊 就像那个 我们说的 永港石窟啦什么 它那是石窟的概念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它的细节的 把握 它是特别特别到位的 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 那一个小佛的一个雕刻 可能是废雕很多的人力物力